我自己认识很多这个有名的企业家的第二代 他们的小孩呢 现在都已经时尚这个产业为荣 然后变成一个最新的就业指标 那也觉得当设计师是一件屌得不得了的事 对不起 就是觉得棒得不得了的事 那就是说对于这么多 想要进入时尚流行产业的这些年轻人 你会给他们一些怎么样的tips 让他们就是这条路可以走得更顺 或者至少要开心 对不对 不要选择一条自己表面上看起来光鲜亮丽 可是进去又痛苦得不得了 那就不值得嘛 对不对 那你给我们年轻人一些想法 就是说他怎么去探索跟选择 那选择之后怎么忠于自己的选择跟所爱 其实选择时尚是一件 就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 就是机会非常多的事情 因为时尚他其实并不只是设计师 不只是设计服 比如说你很多人念了服装设计去做时尚编辑 或者是做采购 或者是做一些形象的行销 我觉得非常非常广泛的 的细部的职位可以去发挥 但是首先你真的必须要热爱 热爱fashion 而并不只是说自己 就是说自己爱穿的飘飘烂烂 那可能是首要条件 但是但是说你一定要非常就是好像你缝一个扣子 你都会开心的不得了 如果你是设计师的话 或者是说你今天了解一个品牌故事 你会觉得哇比看好莱坞电影还刺激 没有那么夸张 但是就是你会觉得说那是非常entertaining的事情 你才会有有足够的动力去走下去 对那年轻人在做选择 我觉得其实我觉得一开始 我觉得很难以过来人的身份讲 因为我觉得时代随时都在变 就像我们以前在做选择的时候 我们在念书做选择 我们不知道有网络时代 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 我们不知道internet可以帮服装发展成 就是现在很多的internet shop很厉害啊 就像我刚刚讲的blogger 原来十年前没有这种东西 可是现在他们都是占有一席之地 就是说怎么样去观看时代的一个动向 比如说internet大家都有用 每个人都有写blog 每个人都会发照片 每个人都会创作 那你怎么样去让更多的人 透过internet去了解你 我觉得这是现在这个时代年轻人 必须要去好好的去使用的一个管道 因为不需要再经过传统的媒体的筛选 你自己有你怎么去营造你自己的发生 我觉得这还蛮重要的 对 OK 我刚刚听到你讲这一段就让我想到 我们上一集有一个特别来宾哦 他是自出创投的方的 那他的爸爸呢是龙总的院长 妈妈是有名的一个整形外科的一个医生 那他自己从小就是一个跟人家很不一样的孩子 然后呢他也是讲就是像你刚刚说的 这个怎么善用现在所谓的新的这样的工具 来为自己发生 那如果像依你们来讲你们都是透过什么工具在沟通 比如说有哪些工具是你必看 因为你要跟得上这个这个圈 然后如果你要发生的话 你会用什么样的一个管道 在台湾的啊或者是国外的地方 让别人看到你 其实在社群媒体来讲的话 我是觉得每个人大部分现在啦 每个人都会经营自己的blog 但是我蛮鼓励大家去把自己的blog设在就是国际性的平台 就是不只是无名小站 我觉得无名小站它局限于本土 那你能不能比如说设在blogger 或者是设在就是各式各样的现在tumblr 就是很多这种国际平台全世界都看得到的地方 然后去去发表你的作品跟你的一些想法 那就一些比如说facebook微博这些东西 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比如说 刚开始的模特或是你是一个刚开始的艺人 或是你是一个刚开始的设计师 你一定要去累积这些跟外界沟通的渠道 这是势必要去培养的东西 我常常会遇到一些小朋友他们说 啊我不好意思让大家看到我不成熟的作品啊 或者是说 对很多小朋友会这样讲 我就是很低调啊 就是不想让人家知道啊 那我就写我就常常会觉得说 那你们为什么要做这样 做这样就是要让人家知道 你就是想要就是在房间里面缝衣服就好了嘛 就是我我常常会觉得鼓励大家就是 其实你就是累积你你今天写一篇你明天写一篇你可能 呃一年以后你会觉得你现你一年以后写东西会比现在更厉害 你就是一直要累积对 要一直累积 一定要一直累积 一直累积自己的作品 然后一直累积一些自己想要发声 对 去穿搭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都不能只是单方面的开心或爽了就好 就是就像我们毕竟不是艺术家 艺术家可能画了一个画他就挂在那边 他不管你要跟他说什么东西 但是我们呃时尚或服装设计 他毕竟是一个商业设计行为 他必须要很多的市场的沟通 然后消费者的了解 或者是甚至服装设计师他也有fans 那他的他们需要跟设计师或了解品牌的东西 你必须要有一个渠道去跟他们做成沟通 那我觉得就真的不要放弃这些这些这些工具 不要放弃这些社群媒体的工具 那你们SZING有这样的工具可以给 有 其实SZING最主要是在Facebook跟微博 因为微博毕竟是中国人使用最多 他们没有办法使用Facebook 那Facebook是我们自己经营的 等于是说我们每次有发布新消息 我们一定都会在Facebook跟我们所有的fans去沟通 对 你们现在累积了多少fans了 没有很多 应该来讲我们最近成长的速度比较快 因为最近有一直在更新新的东西 那再加上因为我们有时候采访艺人 那艺人的粉丝们有时候会爱屋即乌 就是照顾一下我们这样子也是会的 对 那我知道像你在你的partner里面 你一直都是扮演那个平衡的左脑 我们讲有左脑跟右脑嘛 那其实你自己本身也是个很有创意型的人 可是你又跟你其他的伙伴们 比如说小事啊 来讲 更不一样的是 我其实看到你刚刚就是在讲的 就是你也会非常的在意所谓市场沟通 消费者了解 或者一些具体可行的流程啊 步骤这个部分 那很多的designer或者是想要做时尚流行 他真的我们真的不会也直白一点的讲 也很多人真的他就是自己觉得做的爽 比较高调 那你的部分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对你来讲为什么这个部分 你的特质可以有一个平衡 因为我有这样的平衡 你才能够真正的把你的价值带到市场上去 因为我毕竟在这个行业当服装设计师 当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 八年多 那这个八年多的时间的经验 也让我养成一个习惯 就是我做很多事情 并不只是创作开心就好了 我一定会考虑很多 比如说衣服卖不掉 或者说你做了一款衣服 然后大家都觉得很美 或者说大家都觉得我不想穿 我觉得这都是一些去研究 为什么会这样 然后才能够让你自己的作品更厉害 更完善 那我一直都会有这样子的心态 就是非常理智的去思考 自己感性的创作的这一面 很忙 对 但是我现在在做 做fashion magazine 还有我现在 比如说因为SZIN的关系 我们跟很多不同的客户合作 比如说化妆品公司 或者是艺人基金公司等等 我们都有很多东西是 其实是要留诚信的去做它 对 不是说啊你穿之前就好了啦 就这样 不能只是这样子 对 那你的伙伴们 他们也可以认同你这个部分吗 你们会不会有遇到意见不合 或者是fighting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如果意见不合的时候 通常都是 都不是很大的事情 我们有时候意见不合 纯粹是比如说在当下 然后比如说大家都在讲话 然后就说 哎你可不可以不要讲话 我们要把什么什么事情赶快先做 我们通常都会扮演一个互补的角色 对 这样子我们把时间拉回几年前 你们是怎么互相找到对方 因为小四那个时候他是造型师 然后他在坊间各大的商店就是造服装搭配一个什么奖项 我忘记了 那他就是看到我的服装品牌 然后 你的服装品牌 对那个时候我自己有做一个小小的系列 他看到这个系列就觉得很不错 那希望我跟他帮他设计一些艺人的服装 那在那之后我们认识了一段时间 我们就决定一起来做就是喜剧这家公司 欢喜聚在一起 欢喜聚在一起没错 就是取这个名字的原因 那是怎么找到Gavin的 Gavin就是那个时候就已经是跟小四搭档的化妆师了 对他们很多时候都是小四做造型 然后Gavin做彩妆 对 那你们接下来就是说你也会有一些这个时间到这个大陆去 就如同台湾很多做娱乐啊 这个产业的都因为大陆的市场腹地大 所以你可能很多研发创意的部分可以在台湾做 但是Appleach的市场可以把大陆纳进来 那我知道你接下来是不是除了说我们刚刚说的偶像剧之外 你们也是不是我们提到就是说 像你讲的Fashion Blogger 我们邀请一些国际型的Fashion Blogger的版主 可能来到台湾啊或者来到大陆啊 跟我们的跟我们的这边的市场的消费者有一些近距离的贴近 你你你你怎么会有一个这么棒的idea 就是你的想法是怎么样 其实我应该是说我比较想要接触到的是企业的领导者们 因为我觉得他们是最第一线的需要这些国外最新的资讯 跟国外的一些交流 因为我知道说他们其实 企业的领导者其实他就是要去找最新最好的资源 最棒的顾问 那我们其实是觉得如果我们能够办一些salon 然后引进这些国外比较 应该是说不管是Fashion Blogger也好 然后设计师也好 或者是品牌CEO也好 我希望能够借由这样子的交流 让企业的想法能够跟得上时代或者是改变 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光是就是闭着门 然后一直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情 是比较不会有进步的 对我们希望打开一些机会 让我们第一就是让包含我们自己去接受到这些第一手的资讯 听起来这也是很多这个这个品牌公司他们的需要 特别是其实台湾之前很多的传产 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 像我的节目就采访过好几个 他们都是在自创品牌 那其实自创品牌就有点像你刚刚讲的 就除了他们有兴趣有热情之外 但是他们还是不 坦白讲有很多还是闭着门 在做可能对对那种国外一线的资讯 最流行最前端的资讯 他们恐怕也没办法掌握得这么贴近 所以要是像你刚刚说的这种 可以多跟这种国际性的Fashion Blogger 然后有这种近距离的这样的一个观察交流 然后交换市场的情报 我想假以时日一定会对台湾这种 想要转型做Brand的企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双方的 你不仅要去认识这些人 你也要让这些人认识你 我觉得一个企业或一个品牌 你要怎么走出去 当然不只能是在自己的家门前 你一定是离开家了 站到社会上 然后你被放在哪一个位置 我觉得我们是希望让 应该是说 在学校大家是找老师 那在社会上 我们不是找大人 我们是找这个社会上的一些leader 各个方面的leader 然后来告诉我们 或者来跟我们交流 怎么样走到那一个阶段 对 非常棒 那在我们节目的最后 我们请Ann 就是简短的用几分钟 给我们听众带来她今天的千金方 如果对于要进入这个产业 你有怎么样对你来说是 特别最重要的 你确定出来的精华 你想要告诉他们的 我觉得其实时尚这个产业 非常多的时候需要的是经验 不是 并不是说 经验来讲 并不是说只是 比如说我看过多少话 我看过多少电影 我听过多少厉害音乐 并不是这样 是你真正实际的经验 所以我很鼓励大家 就是如果你是 fashion school 刚毕业的 真的不用急着 马上成立自己的品牌 我觉得先把自己丢到 不同的环境 因为你在不同的企业 你在不同的设计师底下 其实你可以找到自己适合什么 自己不适合什么 而且就像我的老师以前会说 你就是先拿别人的钱犯错 为什么要先拿自己的钱 其实我觉得他们是一种开玩笑 但是我觉得这也有多少的 就是这也还蛮真的 因为我觉得这十年下来 我觉得我很庆幸 我之前有把自己丢到环境去 学习去磨过 对 那在某一个阶段 你必须要抛开 你所学的那些东西 然后去找 所以就回到张无忌的练功 是的 要归零 是 对 你要从很多招式到最后要归零 然后慢慢慢慢就 可不可以说 他才会有可能后面变大师 是 我觉得你要很清楚 在哪一个阶段 你必须要做什么事情 我觉得就像 对啊 我觉得你要知道说 我这个阶段 我就是要去学 那一个阶段 我要去发挥 你要很懂得自己 对 好 我们今天谢谢Anne 来带给我们企业教练千金方的听众 他这么宝贵的 要做这个 各位听众如果是对时尚流行产业 有兴趣的 那欢迎你们这个 多让一些你的朋友 来上这一集节目 然后把这个Anne 保贵的这个想法跟心得呢 能够传播出去 那我们在这集节目 也会把他的S-ZIM 这个部分发表在上面 那也欢迎听众可以上来 我们企业教练千金方 更加认识他们S-ZIM 在做的Fashion产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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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